第二百五十章 海神斗罗 无限接近于神的实力 怎么办 唐三的大脑 飞速运转起来 在真正面对海神斗罗波赛西之前 谁也无法判断 他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但一上来 他就给了众人迎头一棒 要知道 即使是现在 波赛西也还没有使用自己的武魂 也就是说 他释放出的这个巨大漩涡 既不是魂环 也不是魂骨带来的魂迹 而是凭借着自身魂力 直接释放出来的 就轻松地拉住了一个魂斗罗 四个魂圣 以及一个魂力未知的小五 宁荣荣和奥斯卡 已经被拉扯的距离 波赛西越来越近了 这个时候 就显现出唐三的决断 他义无反顾地反身飞扑 就借助波赛西身上 发出的牵扯之力 回身飞去 唐三想得很明白 虽然在七怪之中 战斗力最差的 就是奥斯卡和宁荣荣 但是 却绝对少不了这两个人 没有了他们的辅助 七怪整体实力 就会下降一个巨大的台阶 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顾不了许多了 不论怎样 都不能让他们俩 落在波赛西手上 那样一来 以波赛西的实力 轻松击破其他四人 轻而易举 没有换回自己的五魂 唐三依旧凭借着 尖尾语焰五魂飞行 身在半空之中 他的双眼却亮了起来 深蓝色的光芒中 同人却化为了金色 同时 额头上的海神三叉几处 骤然射出一道强烈的蓝光 蓝光聚而不散 直奔波赛西身上照去 正是海神之光 唐三当然不会无地放矢 海神之光所产生的威压 具有威慑一切海洋生物 以及海魂师的能力 海神斗罗波赛西 就算再强大 它也不是海神 只是海神岛的大祭司 也属于海魂师的范畴之中 果然 当海神之光照耀在波赛西身上时 它脸色微微一变 唐三明显感觉 倒落在众人身上的吸扯力 放松了半分 就在这时 两道湛然金光 从唐三眼中电射而出 没错 是金色的 而不是以前的紫金色 金光很细 看上去就像是几根丝线 缠绕在一起那样 但就是面对这样纤细的金光 海神斗罗波赛西脸上的神色 却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起来 面对波赛西 唐三没有任何保留 或者说 在波赛西带来的威压面前 它自身的潜力 已经被激发到了极限 眼前这一击 可以说是 它那紫鸡魔童 在达到了浩瀚境界之后的巅峰一击 所有精神力 都压缩在了 那两道小小的金光之中 甚至没有半分能量外泄 以至于从外表看 根本就感受不到 它有多么强大 但是 别人感受不到 精神力同样达到了 这个层次的波赛西 却感受得十分清楚 对于它来说 唐三的实力不算什么 可是 唐三那浩瀚境界的精神力 却足以对它构成威胁 尽管唐三 拥有这个级别的精神力 时间还短 实用的还十分稚嫩 不能和它的操控相比 但是 那毕竟是同一个境界的能量 它也不得不谨慎对待 波赛西原本环保在身前的双手 汇聚到面庞前合十在一起 一个红色的烙印 从它额头上浮现出来 那烙印的模样 竟然和唐三 额头上的黄金三叉戟 一模一样 只不过唐三的是金色 而波赛西这个 却是暗红色的 一道暗红色的光芒 显示照耀在它的双掌之上 然后在爆发而出 如同一道光刃般展出 迎向了唐三眼中 喷发的两道金光 在这个时候 就显示出了紫急魔童的强悍之处 紫急魔童 相当于是给了唐三一个释放精神力 将精神力转化为攻击的方式 如果没有紫急魔童 唐三释放精神力 只能是大范围的 而无法像现在这样 将其凝聚在一起 波赛西显然就没有 紫急魔童这样的能力 但它能够通过手掌 来凝聚精神力在发动攻击 已经是神乎奇迹了 但就算这样 它的精神力凝聚程度 却不如唐三的紫急魔童 暗红雨灿惊 两色光芒骤然在半空中碰撞在一起 准确地说 是无声无息地碰撞在一起 史莱克五怪只觉得身体一轻 原本落在身上的吸扯力 刹那间荡然无存 众人早已经计划好了 他们连看都没看战场一眼 重新加速 再次朝着各自的方向急飞而出 由于双手合十 波赛西手上的那根香 也被它夹在了掌中 看上去样子有些怪异 就像是要膜拜什么似的 两股精神力无声无息地碰撞中 唐三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而波赛西的身体却飘然后退 眨眼间已在千米之外 可见 这并没有声息的冲击是多么恐怖 唐三的脸色一下就变得惨白起来 鲜血同时从鼻孔和耳朵中流淌而出 像是蜿蜒曲折的小蛇 没错 在精神力凝聚方面 它确实比波赛西凝聚得要强 但是 精神力的整体实力上 它还是逊色于波赛西的 双方在精神层面的碰撞之下 战成了平手 而在这个时候 波赛西就展现出了它强大的一面 虽然双方精神力互相攻击战成平手 受到的冲击都应该是一样的 但在这个时候 它和唐三的反应却并不一样 它只是后退 却并没有像唐三那样口鼻出血 精神力受到了强烈震荡 唐三眼前一阵模糊 好不容易才恢复正常 在这个时候 它的大脑变得格外清明 一下子就找到了 自己与波赛西之间的差距 没错 从精神层面来看 自己确实已经达到了和波赛西同样的境界 可是 在精神力的使用上 两人却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波赛西对于精神力的掌控能力实在太强了 在两人攻击碰撞之后 它直接就以一种特殊的泄力方式化去了碰撞后的冲击 要知道 精神力可不比魂力 如果是魂力的话 唐三也有无数种方法 可以化解冲击波 但要想将精神力当成魂力来化解冲击力 别说是做 他连想都没想到过 波赛西无疑是用自己的行动 给他上了深深的一刻 不过 这一刻也是相当惨痛的 此时的唐三 只觉得自己头痛欲裂 脑海中筋神力乱窜 尽管海神三差几中海神之光的能量 帮他收束着这些能量 但这些能量 还是带给他巨大的痛苦 想要再发出一次子击魔童 短时间内绝对无法绊倒 而这个时候 千米外的波赛西 却已经反身而上 直接朝着唐三飞了过来 看上去他似乎已经想清楚了 还是先要击溃唐三 然后再去抓其他人 毕竟 唐三的精神力 是史莱克六怪中 唯一能够带给他威胁的 面对波赛西 先不说他是否散发出能量 来进行威慑 但就是看着这位海神斗罗 也会令唐三内心之中 产生庞大的压力 绝顶斗罗的实力 竟然已经强大到了如此程度 根本就不是放五魂 我竟然也远远不是对手吗 难道就这么败了 换了普通人 在这种时候 可能已经气馁 甚至失去了反抗的信心 但唐三却不会 面对越是强大的压力 他的反弹也就越大 猛的一咬舌尖 利用舌尖的刺痛 勉强令自己的精神凝聚几分 强行将脑海中的 不是压制下去 不退反进 迎着海神斗罗波赛 西冲了上去 看着唐三眼中执着的信念 波赛西不禁暗暗点头 实力不足 可以通过修炼来提升 但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信心 决心和恒心 那么就算再努力 也不可能成为顶级强者 唐三无疑是具备这些优点的 不过 欣赏唐三可不代表着 他会手下留情 轻飘飘的一掌 直接向唐三按了过来 看上去 他那一掌 甚至没有带起半分能量波动 唐三眼中光芒一闪 在他迎向波赛西的时候 已经解除了复制镜像长的效果 释放出了自己的蓝银黄 同时也是放了自己的 第七魂级蓝银真身 第六魂级虚无 两个技能同时使用下 顿时令唐三的身体 看上去变得虚幻起来 蓝金色的光芒 在朝阳的照耀下风外绚丽 光芒一闪 唐三的身体已经在原地消失了 小五魂骨技能瞬间转移发动 再次出现时 他已经身在海神斗罗波赛西背后 毫不犹豫地一拳轰击而出 这次攻击 他没有使用技能 并不是因为他拳头上的力量有多强 而是因为用拳头攻击他 才能有最快的反应 不会出现使用技能后 那片刻的迟滞 此时 海神殿前 静静地站着七个人 他们都在看着空中这一站 能够站在这里 已经代表着他们的身份 这七个人 正是海神七圣柱的七位 守护封号斗罗 海星斗罗叹息道 多少年了 没有人敢向波赛西大人 主动发动攻击 海龙 你敢吗 海龙斗罗愣了一下 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行 面对大人 我根本产生不了任何攻击的念头 我想 你们应该也一样 大人在我们心中 早已成为了海神大人以外的第二位神 奇丑无比的海魔鬼道 是啊 这小伙子真有勇气 面对大人 还敢主动攻击 而且 他刚才竟然凭借那一记精神冲击 令大人后退了 但是这一点 他也足以自豪 上一次令大人后退的 好像还是那个什么浩天宗的宗主 叫唐什么的吧 海马斗罗接口道 那个人就是唐三的曾祖 海龙 你没发现吗 唐三那天击败你实使用的锤子 和那个人很像 只不过他的锤子 还没有魂环而已 海龙叹息一声 道 这小子真是前途无量啊 如果他真的能将自己的两个五魂 都夹到九环 或许 真有挑战大人的力量 也说不定了 海魔女道 那就不知道了 不过 我猜 他海参九考的最后一考 会不会就有击败波赛西大人 这个前提条件 海龙皱眉道 不要乱说话 海参九考 我们谁也没见过 前面六考还有记可循 但后面三考究竟是什么 恐怕波赛西大人也只有到了真正出现考核的时候才能知道 不过 我真的希望能够早约看到那一天 我很想看看 比波赛西大人更加强大的力量会是怎样的 他们这边说话之间 那边唐三的拳头已经递到了波赛西背后 虽然这次攻击使用的是拳 但从瞬间转移发动 到这一拳击出 在巨大压力面前 唐三可以说是超水平发灰 衔接的 如同行云流水一般 魂力也在拳头即将接近波赛西的时候 才悍然爆发 宁而不散 直奔波赛西后背冲去 波赛西没有回身 红色的长裙微微移动 仿佛里面有气体顶起一般 唐三这一拳 只是轰击在了那红色的长裙之上 紧接着 唐三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拳风之下 似乎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庞大能量 骤然盘旋起来 那股力量带着他的身体 飞速旋转一周 甚至连使用瞬间转移的机会都没给他 他整个人就已经被抛飞而起 刹那间 唐三全身上下 都被一股浩瀚无边的魂力锁定 下一刻 波赛西已经出现在他面前 唐三还是第一次 如此清晰地看到波赛西的双眼 他的双眼看上去是那样的澄澈 令人很难想象 他竟然已经是一百多岁高龄的老人 轻轻地一只手落在了唐三胸前 止住了他身体翻滚的势头 也就在这一刻 唐三身上骤然泛起了强烈的金光 因为就在波赛西右手 俯上他的胸口 在拥有蓝银真身 以及虚无状态的他 还是感觉到自己的心脏 仿佛要爆炸一般痛苦 借助身体暂时地停顿 唐三立刻毫不犹豫地 用出了自己今天的第一次无敌精神 无疑 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下一刻 唐三的身体已经宛如陨石一般 从天而降 甚至因为速度过快 还带起一声尖笑 扑 他的身体直接砸入海中海内 甚至没有溅起波涛 唐三直觉地全身一紧 他已经穿过了百米深的海水 直接陷入了海底的泥沙之中 并且还在不断地下陷 眼前已是一片黑暗 伴随着深度不断增加 周围的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 一己之力 静置如丝 唐三不敢想象 如果没有武魂真身的话 自己的身体 是否会在波赛西的攻击下 支离破碎 他从始至终 都没有释放过自己的武魂 可就是这样的他 已经如此可怕 以自己已经相当于 封号斗罗的实力 在他面前 根本就没有半分还手之力 此时此刻 唐三才真正明白 为什么武魂殿大供奉 千岛留下了严令 不允许武魂殿 进犯海神岛 确实 面对波赛西这样的实力 你来再多的封号斗罗 又有什么用呢 要知道 波赛西还可以借助大海的力量 借助海神殿的力量 在这里 他与神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区别了 无法呼吸 但唐三却在身体 还没有停下来之前 就做出了反应 淡淡的蓝光 从额头处蔓延而出 他那依旧在不断身陷的身形 悄然消失了 同时 他所有的气息 也已经同时消失 有着无敌 精神三秒的保护 在波赛西这一击下 他并没有受伤 同时 他也做出了最正确的反应 双手同时向身体两次激出 身体上方的海水 泥沙 在一片红色光芒之中 全部化为了晶体 而就在这晶体内 唐三那隐藏在汉海护身罩之中的身体 宛如由于一般悄然滑动 飞速朝着一个方向翻滚而出 轰 又是一声剧烈的轰鸣 刚刚凝结为 晶体的海水和泥沙 全部化为了积粉 唐三的反应 无疑是很快的 但还是被迁累到一点 幸好汉海护身罩的防御作用 加上他自身的强悍 这才只是 被这股力量激荡地横飞而出 而不是像那些晶体一样 被拍击得粉碎 漂浮在半空之中 波赛西皱了皱眉头 在这项考核开始之前 他并没有告诉唐三 唐三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对其他人 他可以不下杀手 甚至可以以大供奉的名义 赦免他们 无法通过黑级考核的结果 但是 唐三不行 如果他不能通过这次的考核 那么 必死无疑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 太多海神的秘密 所以 波赛西并不会对他留守 唐三的伙伴们逃顿了 只留下了他一个人在这里 其实对于唐三来说是 极其不利的 唐三可是海神级的考核 毫无疑问 他的考核难度 要比别人大得多 按照考核标准 波赛西自然也要先照顾他 刚才这一拍加一拳 几乎令环形海下限百米 而波赛西看上去 却只像是做了一件 很简单的事情而已 但他还是皱起了眉头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 失去了对唐三气息的感应 唐三的精神力 与他在同一境界 汉海护身照 又能够隐藏身形和气息 他找不到唐三 也是正常的 但是 唐三还有一点不知道 身处考核之中的他 波赛西是可以通过 考核产生的气息牵引 判断出他大体的位置 和身体状态的 很明显 唐三没死 而且还就在还行海之中 海神殿前 守护七斗罗 此时已是静若寒蝉 他们也有很多年 没有见识过波赛西的实力了 眼看着那高贵优雅的大人 以优雅的动作 产生出如此恐怖的破坏力 七个人脸色都一阵发白 海龙斗罗 立刻在心中收回了 当初他自认为他们七人联手 可以抵挡波赛西一炷香时间的话 直到现在 他们也还没看到波赛西释放武魂啊 只是使用魂力而已 就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实力 这要是再使用武魂 那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用四个字来形容最为恰当 难以想象 不过 唐三现在可没这感觉 因为他根本没心思去琢磨这些 他现在想的是如何自保 如何在波赛西的攻击下生存下来 按照时间计算 从开始到现在 过了不过是几分钟而已 那根香燃烧的程度 绝不会超过六分之一 唐三没敢释放出自己的精神力 波赛西可不像海神圣柱守护七斗罗那样 无法探查到自己的精神波动 同样境界的精神力 波赛西自然毫不客气地 全面探查唐三所在的位置 可一旦 唐三的精神力进行反探查 虽然刻意相互锁定 但他又怎么可能面对波赛西的攻击呢 蓝银皇右腿骨飞行技能开动 唐三飞速地在海水中穿越着凭借着汉海护身罩的隐身能力 就算是掠过海水 海水也不会出现波动 波赛西身在空中 凭借着考核的联系寻找着唐三的位置 但唐三的位置却始终都在变化着 他行动的方向很不规则 就在波赛西准备直接向海中海发动攻击时 他却惊讶地发现 唐三已经脱离了海中海 气息不再出现于海中海 而是落在了海神山之上 这一下 波赛西不禁再次皱起了眉头 别的地方 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大范围攻击 但海神山却不行 那是海神的圣地 上面还有海神殿 万一攻击到海神殿 海神的愤怒可不是他敢于承受的 唐三显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才飞升上了海神山 趁着空中波赛西犹豫的时间 他也得到了片刻喘息 心念电转之下 他明白 伙伴们此时应该已经分散在海神岛各处了 波赛西想要抓住他们 绝不容易 现在自己要做的就是活下来 一边想着 唐三开始飞快地朝着海神山上攀登 他没敢飞行 因为怕自己脱离了海神山之后 立刻就会遭受到波赛西的全面攻击 他的精神力虽然不能释放出去 但也能感觉到波赛西的精神力始终在追着自己 显然他是有什么方法 能够确认自己大概位置的 八珠毛从背后是放开 唐三就在海神山的树林中飞快穿行 快速向山顶方向移动 海神山不过是几百米的高度 现在又没有了当初海神之光的阻挠 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 唐三就已经接近了山顶的位置 波赛西心中突然一惊 明白了唐三的意图 眼中再次流露出一丝赞许 看了一眼手中不断燃烧着的香 身形一闪 已经飘落在海神殿前 波赛西突然降临 吓了海神 七圣柱守护斗罗们一跳 七人赶忙让开 露出海神殿前的空地 就在这时 一股乌与伦比的威严气息 从波赛西身上释放而出 庞大的蓝光眼影之下 在它背后 一个巨大的金色虚像 缓缓浮现出来 那虚像成人形 威严的气息 正是从其上释放出来的 虽然看不清相貌 但却能够隐约看到 在这虚像手中握着一柄巨大的三叉戟 没错 这正是波赛西的武魂 海神 由于唐三的机敏 它终于不得不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 八黑一红 九个魂环整齐地排列在波赛西身上 它的身体并没有因为释放武魂 而出现任何变化 似乎还是那个波赛西 只是身体周围 多了那九个魂环而已 波赛西双手合适在自己胸前 身上的第三个魂环 突然亮了起来 紧接着 围绕在它身体周围的蓝光 如同流水一般扩散开来 竟然像是水银泻的一般 朝着四周蔓延而出 遇到植物和山石 蓝光会自行掠开 但却没有放过海神山上的 任何一个缝隙 此时 唐三的身体已经接近山顶 眼看着波赛西身上释放出的蓝光 它心中一片骇然 并不是因为那蓝光有多强 而是因为 波赛西身上发出的蓝光 竟然和它本人的精神力 完全融为一体 融合得极为和谐 也就是说 它的每一点魂力 都伴随着一点精神力 这蓝色的能量 完全是具有双重属性的 以波赛西的精神力之庞大 配合魂力一同探查 就算唐三有汉海护身照护体 一旦被碰触上 也会立刻就被发现 而它要是飞离海神山 那么 波赛西立刻就会毫不客气地 给它一记范围攻击 想跑都跑不了 虽然终于逼出了波赛西的五魂 但毫无疑问 唐三的计划被破坏了 此时此刻 他的情况已经变得更加被动 就在这时 唐三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幅画面 当初 他带领着史莱克七怪 获得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精英大赛冠军的时候 因为小五身份暴露 眼看就要遭受到五魂殿打击 这时 唐三的父亲唐浩出现 并且凭借着一记攻击 吸引了五魂殿抢者们的注意 带着唐三和小五远盾 对啊 海神殿 唐三在登山的时候 计划就是盾入海神殿之中 在那里 波赛西必定会束手束脚 凭借着自己的各项能力与其周旋 机会就要大得多 显然 波赛西也明白这一点 这才落在海神殿前 释放出了自身的五魂 就是为了不给唐三这个机会 既然你不让我进 那我就攻击好了 想到这里 唐三一边在汉海护身罩中飞快后退 一边凝聚起自己的魂力 右臂抬起 浓郁的蓝银黄能量 飞速凝聚起来 第五魂环闪亮 蓝金色的光彩 混合着那红色光环扩张 产生的能量波动 唐三的右臂蒙上了一层血色 第五魂级蓝银霸王枪已经进化 进化到十万年级别之后 蓝银霸王枪的名字 也出现了改变 变成了蓝银霸王枪 单体攻击 十万年魂级 而且是凝聚于一点的攻击 目前来看 这虽然只是唐三的第五魂级 但因为其十万年的级别和攻击方式 却是唐三所有魂级之中 攻击力最强的一个 只有在释放混击的时候 汉海护身罩的效果才会消失 凝聚能量时却并不会 眼看着自己即将退到山脚下 唐三不再躲避 不退反径 蓝银领域瞬间释放 与此同时 立刻吃下了一颗歼挺金苍蝇 五魂真身状态下 释放蓝银领域 直接进入到森罗万象境界 在海神斗罗波赛系的压迫之下 唐三的潜力 无疑已经爆发到了极致 领域释放 吃下歼挺金苍蝇 抬起右臂 蓝银霸黄枪爆发 整个过程衔接的妙道豪颠 没有半分的停顿 要知道 他现在可是在同时施展领域 与十万年魂级 对魂力的消耗 以及精神力的使用上 的情况下还能完成 绝对是超水平发挥了 蓝银霸黄枪 与以往的蓝银霸黄枪 有所区别 不再是通体灿金 而是通体血红 在血红之中 夹杂着一道道金色的魔纹 看上去极其绚丽 枪体周围 所有的能量都是凝固的 根本不会外移 当那赤红色的光芒 从唐三手中爆发而出时 直接朝着斜上方的天空而去 速度之快 就算是唐三和波赛系 这样的精神力 也绝对来不及捕捉 与此同时 唐三的蓝银领域 瞬间爆发到极限 他的大脑之中 精神冲撞已经平静下来 此时更是完全附加在 蓝银领域之中 同时 唐三双拳猛击自己胸口 哇的一声 喷出一口热血 直接喷洒在自己的领域之上 唐三拥有的是蓝银黄的血脉 尽管他的血液之中 还包含着冰火两种极端的能量 但在蓝银领域的作用下 此时却将他血液的能量 完全释放开来 硬是强行将冰火两种能量过滤掉 把蓝银黄的血脉 通过领域传遍海神山 只见那海神山上的植物 在蓝银领域之森罗万象的作用下 以疯狂之势迅速暴涨 如果从远处看 现在的海神山 就像是瞬间膨胀起来一般 波赛西有不能攻击海神山的估计 唐三可没有 为了保命 现在他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 而偏偏这个时候 波赛西根本顾不上去阻止唐三 哪怕已经发现了他的位置 也不能向他发动攻击 原因很简单 那跟蓝银霸黄枪 已经风驰电撤般 从空中画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 直奔海神殿正上方而去 速度之快 就算是波赛西 想要中途阻拦 也极为困难 那毕竟是十万年魂祭啊 就算海神殿自身有防御能力 身为海神岛大祭司 他也绝不敢冒险 哪怕是波赛西这样的好脾气 此时也不禁在心中暗骂唐三 竟然敢以攻击海神殿的方式 来延缓自己对他的攻击 这小子可真算是胆大包天了 而就在波赛西飞升而起 去阻挡蓝银霸黄枪的时候 海神山上的植物 在唐三不计代价的催动下 已经如同浪涛一般蜂拥而上 朝着海神殿的方向急速蔓延 毫不理会 就站在门前的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 直奔海神殿涌去 那恶行恶状之态 大有将海神殿挤碎的意思 要知道 这里虽然是海神山 可是植物可不是海魂狮 或者海魂兽 他们可不会听从海神的调遣 而蓝银黄在植物界的地位 虽然不可能与海神 在海洋的地位相比 但在植物界 能够超越他的 也是凤毛麟角 在唐三的蓝银黄血脉 配合蓝银领域的作用下 这些植物不发疯才怪 尤其是唐三 几乎是在用自己的鲜血 来滋养这些植物 他没有抽取植物的一丝生命力 反而是将自己庞大的生命力 注入其中 这些植物又怎会不疯狂 他们单纯的生命 毫无偏差地 执行着唐三的命令 面对这些植物的疯狂冲击 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们 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迎了上去 他们当然看不到 唐三嘴角处 已经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从考核开始到现在 他终于开始向掌握 主动迈进 第251章 届是过关 冲破 第6考 眼看着海神山上的植物疯狂生长 冲击海神殿 以守护海神岛为己任的 海神七圣柱斗罗们 又怎会袖手旁观 半空之中 海神斗罗波赛西 在那蓝银霸黄枪眼 看就要落到海神殿之前 终于将其截住 一拳轰出 发出了剧烈的碰撞 庞大的声浪 震耳欲聋 一圈红色波纹 从蓝银霸黄枪爆炸的位置 扩散开来 哪怕是海神斗罗波赛西 这样的强者 身体在空中也停滞了一下 全身扩散出 一拳淡淡的蓝色波纹 将蓝银霸黄枪爆炸的余波挡住 而早在蓝银霸黄枪 即将与他攻击碰撞的时候 唐三就已经切断了 自身与蓝银霸黄枪之间的联系 而且 波赛西发现 唐三这蓝银霸黄枪 看上去虽然威猛无双 可实际上 枪身上却带着一股回力 当他正面迎上的时候 蓝银霸黄枪已经猜减速 加上唐三切断了联系 致使这恐怖的透点攻击 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就算这样 他的攻击力 还是令波赛西心中暗暗吃惊 不要阻挡那些植物 波赛西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此时 身形在空中停滞了一下 轰出的能量 又正好是去阻挡蓝银霸黄枪 及其扩散开来的余波 多少也需要一瞬间的回力 而就是这短短的瞬间 却正好是植物冲到海神殿前的时刻 波赛西的提醒 还是晚了一拍 守护海神岛 守护海神 早已成为了海神七圣柱 守护斗罗门脑海中 他们又怎会坐视不理呢 七人几乎同时出手 强悍的魂力骤然爆发开来 为了阻挡四面八方涌上的植物 他们甚至都用出了自己的五魂真身 去阻挡植物的蔓延 唐三眉心处光芒一闪 金色的海神三叉极烙印上 魔纹闪烁 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已经出现 由于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 参与第六考考核 考核难度增加 已经突破规则所限 特准接受考核者撤离考场 退出海神岛范围 计算通过考核 得到提示的不只是唐三 海神斗罗波赛西 以及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 都得到了同样的提示 七圣柱守护斗罗呆住了 而波赛西却眉头紧皱地动了 红色的身影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朝着山下的方向扑去 没错 这一切都在唐三的计算之中 当他看到海神七圣柱斗罗 站在海神殿前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进行这个计划 蓝鹰霸黄枪 确实是他全力以赴发出的攻击 不这样做 就不足以牵制海神斗罗波赛西 正面攻击 唐三这最强的魂技 仍旧不会有效果 可是 攻击的目标变成海神殿 就由不得波赛西不去救 哪怕他实力再强 唐三相信 他也不可能凭借大范围魂技组 挡住自己的蓝鹰霸黄枪 而他又绝不会让海神殿 受到丝毫损伤 因此 他必定会亲身去救援 而就在这时候 海神山上的植物 在唐三催动下向海神殿发动攻击 这是早在三天前 唐三向波赛西提出 在海神山脚下决战的时候 就已经想到的方法 他要求在这里决战 并不是要凭借蓝鹰领域 与波赛西周旋 到了波赛西这种层次 以唐三目前的领域能力 对他来说 根本不会有任何作用 他之所以选择在这里 不是因为这里有森林 而是因为这里有海神殿 攻击海神殿 波赛西必救 而今天海神七胜柱 守护斗罗们的出现 带给唐三的是惊喜 他早已经计算出 当自己攻击海神殿的时候 七胜柱守护斗罗 绝不会做事 波赛西被牵制 他们必定会全力以赴 抵挡植物的攻击 而事实上 不论是蓝鹰霸黄枪 还是这些植物 都不会真正地 去攻击海神殿 唐三何等聪明 他清楚地知道 如果自己真的攻击了海神殿 那么 这七胜柱斗罗 甚至是波赛西 都会得到攻击自己的命令 侵犯海神的尊严 那还了得 因此 他的所有攻击 都是留了后手的 不论是蓝鹰霸黄枪 还是以蓝鹰领域 催动的植物大阵 最多就只会到海神殿前 却绝不会真的进行破坏 海神七胜柱守护斗罗 果然上当了 同时 结果也和唐三判断的一模一样 现在 唐三正在波赛西的攻击下苦苦支撑 七胜柱斗罗阻挡了他的攻击 就相当于加入到了考核之中 而以史莱克六怪的实力 如果在波赛西和 七胜柱斗罗的围攻下进行考核 那是万分之一的机会 也不会有 海神既然是公平的 那么 这考核自然会再出现变化 第五考核 能够因为被自己取巧 而令第六考核增加难度 那么 这第六考核难度大幅度提升 海神总要有所表示吧 正是因为这样 才出现了眼前的一幕 先前 唐三为了躲避波赛西的魂力 与精神力融合的探查 本就已经退到了海神山脚下 所谓退出海神山范围 也就是说 只要他迈入环兴海 这无比艰难的第六考 就要通过了 不必再顾及那根香的燃烧 不过 面对近在咫尺的环兴海 唐三却并没有后退 身体反而向前冲去 而就在他前冲的同时 一片鸿芒 已经从他先前所在的位置掠过 重重地轰击在了 海神山脚下的沙滩上 恐怖的轰鸣声中 沙滩上出现了一个直径百米 深十米的巨坑 以至于环兴海的海水直冠而入 波赛西的身体 已经出现在了那个位置 如果先前唐三后退了 那么 他已经被波赛西 那一拳正面命中 就在这时 唐三突然从海神山上腾起 竟然不再闪避 反而是正面朝着波赛西扑了过去 伴随着第八魂环的夺目闪耀 一圈圈红色波纹扩散开来 向波赛西照去 正是他的第八魂祭 蓝银虎金魔之射 强制的三秒晕眩 与此同时 唐三身形在空中翻转一周 左腿骤然下批 虎金鞋魔斧 带着一圈弯跃一般的光轮 从天而降 直奔波赛西顶门而去 这一次 连波斯西都觉得有些诧异了 唐三平借着他的智慧 好不容易制造出了这种 对他绝对有利的机会 按理说 他不论是隐身还是瞬间转移 都应该尽快从自己的攻击范围中逃脱才对 可他为什么反而选择了正面进攻呢 难道他认为他的攻击 能够打退自己 令他进入环形海吗 那又怎么可能 波赛西没有再多想 面对唐三的双重攻击 他左脚在地面上轻轻一跺 顿时 一股巨浪从脚下升起 那可不是真的海浪 而是纯粹地由能量形成 唐三那强悍的第八魂纪群体限制技能 竟然就那么 被这股能量冲击的支离破碎 根本就没有落在波赛西身上 波赛西释放的这股波涛 与他的精神力完全融合 这一次 可是在发出魂力的同时 就完成了契合的过程 这才是这位海神斗罗真正的实力 而就在这时 唐三左脚带起的虎金邪魔斧 已是从天而降 来到了波赛西顶门之上 十万年魂鼓技能 毕竟非同小可 那破掉了蓝银虎金魔之蛇的巨浪 被他从中刨开 闪烁着森然红光的斧刃 闪电斑下斩 面对唐三的攻击 波赛西连动都没动 只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动作 右手翻腕 手掌划刃 直奔唐三的左腿劈去 看上去 他这一掌轻飘飘的 但曾经被他一巴掌 拍入海底泥沙之中的唐三 当然知道 波赛西这一掌的威力 有多么强大 但是 他这一脚 还是义无反顾地劈了下去 轰 十万年魂鼓技能再好 奈何双方的魂力相差 实在太远太远 波赛西甚至连晃都没晃一下 唐三的身体 却已经如同炮弹一般 翻滚着斜飞了出去 速度之快 甚至比他使用白尘香鲜血制造的 复制镜像常识 更加快捷 一掌震飞唐三 波赛西却突然醒悟过来 暗叫一声不好 他一掌批中唐三的虎金鞋魔斧时 清楚地感觉到 唐三又施展出了无敌真身 而此时 他的身体 已经远飞而出 多谢前辈相送 唐三的声音从空中传来 就在波赛西起身欲锥时 两道金线从天而降 逼迫的他 不得不正面应对 精神层面的碰撞 再次出现 结果甚至也和上一次 没什么区别 身在空中 唐三这次更是蹊跷出血 但他却不可一指地 哈哈大笑起来 波赛西没有在追 化解了精神力带来的冲击波 轻叹一声 喃喃地自语道 看来天意如此 此子果是天纵奇才 如此绝境 仍能以一己之力度过 海神大人的指引我 还有什么可拒绝的呢 半空之中 唐三额头上的三叉戟烙印 第六次喷吐出一片金黄色的光幕 光幕悄然破碎 化为点点金光 融入他的身体 提示声响起 以智慧与实力 在海神斗罗 与七胜柱守护斗罗的围攻下存活 超额完成第六考考核 海神清合度增加20% 总清合度70% 逃出海神岛范围 并不是说 必须要进入环形海 所谓海神岛范围 就是海神岛的投影范围 唐三攻击波赛西 当然不是要攻击得手 为的 只是要波赛西那一记 恐怖的反击 凭借着无敌金身 他足以自保 而在 他对角度的计算之中 那强烈的冲击力 正好将他的身体斜斜地送出 等到波赛西想要反应的时候 唐三已经即将出了 海神岛投影范围 那一记紫迹魔童 甚至都是锦上添花 将波赛西最后一丝 拦截自己的机会粉碎 海神岛上的植物 没有了蓝营领域的支持 重新恢复了正常 徐徐退去 自知闯祸的海神七胜柱 守护斗罗们 飞身来到波赛西面前 单膝跪斗 当然 我们冒失了 请您责罚 波赛西摇了摇头 当然道 天意如此 不怪你们 使他太聪明了 都起来吧 唐三几乎是垂直地 从天上落下 扑通一声 砸入环形海之中 从极度紧张地 战斗到此时的放松 他只觉得自己的四肢百骸 都已经散架了一般 尤其是两次精神碰撞 对大脑的冲击 令他头痛欲裂 全身气息极不稳定地拨动着 海水的浮力 将他重新推到海面上 平躺在海水之中 唐三近乎贪婪地呼吸着 那略带咸醒气息的清新空气 终于过关了 尽管海神斗罗的强大 比他想象中还要恐怖 但这第六考 还是成功度过 并且得到了高大20%的 海神清核度奖励 虽然最后 他是凭借自己的智慧 才能通关成功 但是 在整个考核过程中 不论是对魂力 精神力 还是心力的消耗 都达到了顶点 以他魂斗罗的实力 此时也觉得全身酸软 一点也提不起进来 疲倦与伤痛蔓延全身 可内心之中 又是出奇地放松 唐三能够通过考核 绝不是侥幸二字就能代表的 从一开始让伙伴们分散逃离 到后来与波赛西的种种博弈 直到最后一刻 他才力挽狂澜 寻找到了通关的方法 这其中 他可以说是将实力与智慧 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一股浑厚的力量 从身下海水中涌起 唐三没有反抗 任由着海水 推动着他的身体 重新回到海神山山脚下 直到身体碰触到沙滩 他才支撑着自己爬起来 有些艰难地走上岸 海神斗罗波赛西 以及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们 都站在那里 静静地注视着他 无疑 此时的唐三是十分狼狈的 但在海神岛这八位最强者眼中 现在的他 似乎已经变了一个样子 第六考 是全部九考中最重要的一个考核 也是九考中的生死之考 通过这一考 唐三在海神岛上的地位 可以说直接提升了一个台阶 至少达到了 与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们等同的位置 多谢前辈手下留情 唐三微微躬身 向波赛西行礼 波赛西右手清灰 一股柔和的力量 孤注唐三的身体 没让他败下去 我并没有手下留情 你不须如此 你是不是早已猜到 我要杀你 唐三苦笑道 准确地说 应该是名正言顺地杀我吧 波赛西双眼中光芒一闪 凌厉的气息 令唐三们哼一声 后退两步才站稳身形 但他却并没有在意 反而微笑道 前辈现在已经没有杀心 这算不算是瑟利内人 波赛西看着唐三 悠悠地道 多年以前 我曾以为 你的曾祖与千道流 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对手 不论是他们还是我 都是天纵之姿 否则 我们也不可能修炼到 这巅峰斗罗的级别 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虽然有些惊讶 但我看得出 你天分虽好 最多也只不过是 与我们同一等级的天分而已 尽管你是双生五魂 但是 到了我们这样的境界 双生五魂 未必就能带来什么好处 一旦处理不好 反而是巨大的危机 我不明白 为什么海神大人会选择了你 在我看来 你能得到顶级八考的尊容 已是极限 可是 出现在你身上的 却是海神九考 不知道多少年了 极度的情绪 第一次出现在我心头 但是 现在看来 海神大人的选择并没有错 你的修炼天分 或许是与我们同一层次的 但是 在你身上 却有着许多我们并不具备的特质 或许 这些才是海神大人看中你的地方吧 唐三看着波赛西眼中流露出的淡淡哀伤 道 前辈 您知道吗 在得知我要承受的是海神九考时 我感觉到的并不是兴奋 而是危机 这危机感 并非是来自考核本身 因为我明白 这既然是考核 那么 就一定是在我们实力承受 范围内 能够通过的 只不过在考核中 要看我们能否发挥出自身能力而已 而从考核的实际情况来看 尤其是前三项考核 可以说是对我们的磨练和提升 抓住每一个机会不放过 是我们绝大的机缘 而事实证明 我的判断是十分正确的 我的危机感 来自于海神岛 海神九考 连您都没有经历过的海神九考 可想而知 会带给我巨大的好处 但与此同时 越是巨大的利益背后 就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如果我猜得没错 如果我真的完成了海神九考 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 对您造成损失 而且 这损失 也是您很难接受的 人类都是自私的 哪怕像您这样 已经无限接近于神的人 也同样是自私的 但是 您是海神岛的大供奉 我又接受了海神九考 您不能动手杀我 甚至可以说 海神岛上的任何人 都不能这么做 想要将我抹杀 令我这个威胁消失 那么 您就只能从考核中着手 名正言顺地向我下杀手 还有一点 我也猜到了 虽然之前海马斗罗 曾经说过 黑级考核如果不能通过 结果只会是死 但我看得出 您是一个善良的人 如果今天我死在这里 伙伴们也在您的攻击下 没能完成六考 那么 您也不会让他们死去 虽然我不知道您会怎么做 但以您大祭司的权威 应该能够令他们免死 在六考开始时 我让他们先离开 更多的是怕他们遭受 持余之殃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要是我遇到了生命危险 他们必定会毫不犹豫地相救 而您的实力 又实在太强大了 所以 我选择一对一地 面对您的考核 而且我想 这也应该是 我在海神岛上 唯一的一次危机 度过了您的这次权力考核 接下来 您应该 也不会有机会 再名正言顺地杀我了 您也自然会放弃杀我的念头 站在波赛西背后的海神七圣柱 守护斗罗们 听得目瞪口呆 唐三的分析可以说 很多都是没有根据的 但他们却分明感觉到 已经将魂力修炼到天人合一境界的 海神斗罗大祭司身上 竟然出现了不稳定的魂力波动 显然 唐三的话 对他触动极大 深深的叹息 从波赛西口中响起 没想到 你竟然聪明到如此地步 更有着如此敏锐的判断力 虽然你的猜测并不完全正确 但虽不忠亦不原意 不论怎么说 我都要恭喜你 成功通过了第六考 你说的没错 当第六考结束之后 我已经没有了杀你的机会 但是 我必须要提醒你 对于你来说 危机并没有解除 因为 接受海神九考的人 除非九考全部完成 否则随时有被反噬的风险 只要你任何一考不过 都必死无疑 唐三点了点头 多谢前辈提醒 我想 我的伙伴们 应该也得到了考核通过的提示 还要麻烦前辈 请您不要 将我刚才的话告诉他们 也不要说出 您对我考核的具体情况 波赛西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 而海神 气盛住守护斗罗们 看着唐三的目光 也多了几分钦佩 你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团队领袖 不但能够指引伙伴 走上最正确的道路 当危机来临时 又能一间承担 好 我答应你 你有最多七天的休整时间 当你觉得自己的身体 已经全部恢复后 带着宁荣荣和小五 登上神山 来海神殿找我 进行你们的第七考 说完这句话 波赛西缓缓转身 面向海神殿的方向 这一刻 他看上去似乎苍老了几分 停顿了一下 这才迈不登上了 海神山上的台阶 没有飞跃 就是那么一步步地向上走去 海神气盛住守护斗罗们 紧随其后 眼看着他们的身影越来越远 唐三长须口气 扑通一下坐倒在地 这一次 他才是真正地放松下来 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真的让我赌对了 好险 好险 其实 他也没把握波赛西不会杀他 在第六考开始之前 所有的一切 他也只是猜测而已 而当战斗开始后 波赛西精神力中释放出的 坚定杀一令唐三 险些心胆剧烈 但也正是如此 他的潜能 也被超越极限地激发出来 才有了后来的种种表现 可就算是通过了第六考 他也没感觉自己 就能活下去 天知道 波赛西会不会违背海神的旨意 将自己击杀 他对自己的能力看得很清楚 也明白 未来自己一定有赶超他的机会 现在杀自己 正是最好的时机 海神毕竟是虚无缥缈的存在 身为大祭司的波赛西 要是违背了海神的旨意 未必就会如何 但唐三的小命 却要没了 事实证明 波赛西和他猜想的一样 本性善良 而且对于海神的崇敬 比他想象的还要深 直到他们离开后 唐三这第六考带来的危机 才算是真正意义地度过了 身体不适 唐三索性躺倒在沙滩上 柔软的沙滩 就像软垫子一般舒适 自从来到海神岛后 这还是他第一次如此放松 他是史莱克七怪真正的首脑 平约里 就算在修炼间隙 伙伴们能够放松地去休息 但他却不行 他必须要为大家的未来 以及在海神岛 将要面对的种种考核考虑 现在一切情况都好起来了 除了他 小五和宁荣荣之外 其他四位伙伴都已经通过了考核 同时 他们的实力 也能够相应地提升到80级以上 拥有第八魂环了 使史莱克七怪整体实力埋入魂斗罗境界 唐三自信 只要不是遇到像波赛西这样强大的巅峰斗罗 在自己的控制下 他们足以面对绝大多数可能遇到的危机 也真正拥有了与五魂殿较量一番的实力 三顿 你没事吧 朱竹青和白晨湘跑了过来 先前的情景他们都看在眼中 只不过最后 唐三与海神斗罗波赛西交谈时 刻意收受了自己的声音没让他们听到 眼看唐三躺倒在沙滩上 二女赶忙跑过来 唐三也不起来 他是在疲倦得很 放心吧 我没事 大家的第六考算是通过了 我想睡一会儿 朱竞 木白他们回来后 你让他们直接开始吸收 通过全部考核后获得的神赐魂环 让荣荣也赶快休息 波赛西前辈说 我们的第七考将要在七天之内进行 说完这些 唐三再也顶不住那疲倦的感觉 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这一觉 他睡得格外香甜 始终也没有人打扰他 睡眠虽然不是恢复魂力最好的方法 但却绝对是恢复精神力的好办法 唐三这一觉 足足睡了两天两夜 直到第三天中午 才醒了过来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或许因为睡得太久 唐三感觉到 有些昏昏沉沉的 但睡下前那种头痛欲裂的感觉 已经消失了 体内魂力也已经全部恢复正常 头下似乎枕着什么 柔软充满弹性 下意识地想要抬头 却撞入了两团更加柔软的风丸之中 哥 你醒了 用一个鸽子来称呼唐三的 不用看他也知道是谁 先前的触感 加上这声音的联想 不难知道 刚才自己撞上了什么地方 唐三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楚男 但对何戴木白 奥斯卡 马洪俊 这三个家伙 在一起混了这么久 耳濡目染之下 多少也明白一些男女之事 小五 你怎么在外面 他指的 自然是小五的灵魂 小五先前一直弯着腰 低头看着唐三 这才有唐三抬头撞上某处的羞炯 此时 他已经坐着身体 扶着唐三坐起来 你睡了这么久 我出来透透气 这里 也没有床和枕头 我陪着你 也能让你睡得舒服一点 毫无疑问 唐三先前感受到 那舒适的枕头 就是小五那格外修长的大腿了 小三醒了 不知道是谁叫了一声 滑的一下 众人都围了上来 一个不少 不过 他们看着唐三的眼神 却令他感到有些陌生 那眼神中 竟然充斥着愤怒和强烈的不满 你们这是怎么了 唐三莫名所以地问道 一向喜欢嬉笑的奥斯卡 此时却是一脸的严肃 小三 你可算是醒了 我们也该算算账了吧 算账 算什么账 唐三咒没问道 奥斯卡道 就算算你 不信任伙伴的账 唐三苦笑道 小奥 你发烧了 怎么静说胡话 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奥斯卡美好气得道 醒了 小三 你就别跟我们装糊涂了 虽然我们没你那么聪明 但我们大家也不是傻子 听竹青和香香描述了你与波赛西那一战 我们要是还不明白 还算是你的兄弟吗 坦白交代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计划的时候 就决定一个人面对波赛西了 唐三一阵无语 波赛西答应他保密 但却被伙伴们看出来了 这实在令他无奈 到了这时候 也只能装傻了 小奥 你说什么呢 你当我是谁啊 虽然我自认天赋不错 但可还没自大道认为自己 能够与一位巅峰斗罗抗衡的程度 你以为我愿意单独面对波赛西啊 你们别忘了 我的考核是海参九考 当时 我们大家一起跑 但波赛西的气息 却始终锁定在我身上 显然是 拿我做了首要目标 我倒是想跑出去呢 我也要跑得了才行啊 被他那种级别的实力锁定 要不是我有无敌精神护体 你们就见不到我了 朱竹青心有余悸地道 海参斗罗的实力 实在太可怕了 他亲眼看到波赛西一巴掌 将唐三拍入环形海中的情景 又一掌令环形海下沉 那简直就是天地之力 真的 小三 你不是在掩饰吧 旁边的弹幕白也开口了 唐三正色道 戴老大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谎话 就算我们齐心合力 都未必能通过第六考 更何况是我一个人来承担了 我要是选择一对一 那就是饮阵止渴 说起来 这次运气成分到 占了很大比重 要不是海参七圣柱守护斗罗们 在海参殿前 被我利用了一把 那我们 恐怕就真的失败了 我几乎可以肯定 波赛西收拾了我之后 能够轻而易举地 将你们抓回来 弹幕白点了点头 道 那好吧 我们就暂且相信你 不过 小三你必须要记住 我们兄弟是一体的 遇到什么危险 绝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你要是真的以牺牲自己为代价 来换取我们的安全 那我们这兄弟 就没得做了 你明白吗 唐三恳切地道 我们是完全可以将自己后背 交托给对方的手足兄弟 你的意思我懂 哦 对了 容容 小五 我们第七考的内容是什么 波赛西前辈说 让我们七天内就去进行考核呢 终于算是蒙混过关了 他赶忙转移话题 他可不想再继续讨论下去 万一露出点破绽 看样子 伙伴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小五脸色平静地道 别问我 我的考核只是跟随你 可没有内容提示 宁容容好奇地道 三哥 我也正想问你呢 我的第七考核内容显示 是辅助唐三 完成第七考核 你快看看 听他们这么一说 唐三自己也好奇起来 赶忙将精神凝聚 集中到自己的三叉戟烙印之中 半晌 在众人关切地注视下 唐三抬起头 沉声说道 海神第七考 神器 拔出海神的三叉戟